我是谷阿末 今天要来说的是烈火英雄的故事 这天主角城里的主角消防队队长 男主角带着队员开着消防车 到城里一间失火的火锅店准备救火 接着他派了一些人在店外喷水灭火开路 让他能跟副队长进入店里寻找 听说还被困在里面的小孩女 但就到人准备离开时 一股大火却烧了过来 将他们逼到死角 吓得男主角立刻打开旁边的房间门 在一遭小名飞斧 射破房内窗户 造成室内气流忽然往外冲 顺势将这股火引出去室内就安全了 之后火势陆续被扑灭 男主角也将小孩女安全的救到店外 接着他派副队长带菜鸟成员进火场巡视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顺便让菜鸟熟悉火场 却没想到店内仓库里的瓦斯桶 刚刚一直在大火中 酝酿气爆并在此时爆了开来 将路过的菜鸟当场炸死 其他人倒是还好只被炸伤 可是因为就是有人死了 所以火锅店失火的事处理完后 男主角就扛上指挥不当的罪名被消防队高层 调去离城市比较远的备胎消防队 在这带对方香名抓猪算是一种降职惩罚 把男主角的老婆看老公最近心情低落 就带他来参加儿子男学校的运动会 想让他散散心 结果心没散到还更气 因为儿子男的同学我爸男 一直在那说我爸不是键盘侠哦 他单纯就是不清楚细节 只是看了新闻报道就觉得你爸害死人 不是好东西 把儿子男听到有人诋毁他爸 就生气的出手反驳 我爸男他爸看我爸男被揍就出手支援 男主角看儿子男被揍就也出手反击 吓得周围路人赶快来劝架 而劝完后 儿子男才想到其实我也不晓得老爸发生什么事 应该先问他到底有没有害死过人才对 而这一问让也觉得是自己不够谨慎 才害死菜鸟的男主角直接认罪 害儿子男以为老爸真是坏人的伤心离去 但这一离就成了死别 当天城里的港口油库区 在一些外来者的初心使用下 引起油管爆炸 然后发生连锁反应 像其他管线被炸断漏油火又烧过来 害油又再被引爆之类的 总之整个爆炸威力非常大 直接冲击到港口附近的住宅区 产生一堆伤亡 而离港口最近的备胎消防队 收到消息后就准备来灭火 男主角也接到电话的赶去支援 成立其他消防单位像是主角消防队 还有正在拍婚纱照的消防队 指挥部成员 鱼网男跟开玩笑女 大家都马上放下手边工作 立刻换装开车赶往港口救火 现场也搭起了指挥中心 各种高层人员都敢来了解现场状况 得知爆炸后 大伙目前都围着起火区一座 魔王油塔外墙在燃烧 接着消防队的救火策略 只抽取海水再用水管将水运到 魔王油塔前狂喷 就这样喷到天黑等底部的火灭掉后 再搭梯子上塔顶灭火 但就这么巧大伙隔着塔墙 烧了那么久 终于把里面的油烧到会起火的温度 因此再次发生油爆 炸得消防员们东倒西歪 惨不忍睹火势也变得更大了 且此时男主角还发现油库区的负责人小猪 竟然在打电话叫家人赶快逃出城 离得越远越好 这令他疑惑的上前追问 然后才得知 下午发生油爆时 魔王油塔连接其他油塔的油管 中间的阀门都来不及关上 也就是说大火可以通过油管 烧去其他油塔造成更多爆炸 更夸张的是 魔王油塔附近还有一些用来储存化学液体的化学塔 一旦被烧到里面的液体就会发生爆炸 那个威力足够把整个主角城都炸光 所以不想死的话就得赶快逃出城 把指挥中心听到被男主角抓回来的小猪 承报完整个状况后 才明白人力不够的赶快请求其他城市的消防队 通通赶过来支援灭火 绝不能让火势蔓延 男主角也至高奋勇的带着接电源进入火场 来修理魔王油塔下方的电箱 才能恢复宫电启动自动关阀门系统 只要把阀门关闭 那魔王油塔的油就无法从油管烧去别的塔了 等于只要把魔王油塔这的火都灭了一切就完事了 但城里的人明不相信事情会那么顺利 加上一些人像小猪的家人都有收到情报 知道要是火没灭掉的话后果有多严重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避免被炸死 大家都开始逃离主角城 而这消息一个传一个 最后就是全城的人都开始逃跑 连男主角的老婆都带着儿子男准备撤离 然后两人就在混乱的逃跑人群中走散的开始上演一场 妈妈寻止记 另一边男主角跟接电源修好电箱 关上了一半的阀门后 魔王油塔就又被烧的发生一次邮暴 害他们差点被炸死 还好两人跑得快 顺利逃出爆炸起火区 可是电箱就没那么好运的被炸毁了 等于没办法在通电关阀门 只能改手动关 问题是谁去关 现在阀门那边全是大火去了 感觉就是送死 男主角一听再次自告奋勇 其实他也很怕有去无回 但他必须做一件伟大的事 来弥补开头害死菜鸟的错 这样他才能找回自信的 在儿子男面前说 请相信爸爸真的很棒 接着他让备胎消防队成员 喷水灭火开路 让他跟副队长能顺利走到阀门前 开始手动关阀门 可是关了好久 一个都没关上 害指挥中心的长官男 疑惑的问小猪怎么回事 这才听他说 原来一个阀门的开关盘要转八千下 大概转一个多小时吧 才关得上 刚刚不想说是因为怕说了 大家就会觉得 关阀门太难都不想去 长官男听了生气的说到 难怪你姓猪 托你这种 有话不先讲清楚的队友之福 我们的行动才能一直准备不全 之后男主角跟副队长 关阀门关到氧气罐的氧气都用完了 所以只好脱掉氧气罩 一边让高温空气把肺烧烂 把脸煮熟 一边加紧关阀门 此时现场状况也越来越糟 邮报持续发生 一堆人被炸伤 大火也几乎要烧到化学塔前了 抽取海水的水管 也因为抽到了 人类乱丢在海里的垃圾和渔网 导致堵射无法继续输水 但关关难过关关过 主角消防队在一个成员被烧死后 就想了一招的开消防车 将附近的建筑物撞成很整齐的碎块 再用碎块拼成石墙 挡在化学塔前避免火烧过来 负责抽水适宜的渔网男 也潜入水中清理垃圾 让水管恢复通畅 然后他就被垃圾渔网勾住脚游不回水面了 等他的队友发现将他救上岸时 他已经溺死了 害开玩笑女赶来一直哭着说 别开玩笑了你快醒来啊 可惜这不是开玩笑啊 男主角这边他也协助身体已经撑不住的副队长先撤离 然后自己留下在身体被烤烂前 把所有阀门手动关闭 关完后他就被刚好又发生的邮报给炸死了 故事的最后 存活的消防队员用恢复供应的海水 顺利将被限制在魔王油塔上的火全部灭掉 男主角的老婆也在医院找到了气喘发作 被好心路人送来治疗的儿子男 全程的人也帮在这场邮报事件中 殉职的消防队员送行 故事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想这故事想表达的东西非常直白 就是消防员们谢谢